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情关系公司都有一队要work from home 有次家里楼上有人大装修 搞到鬼杀那么吵都不可以专心做事 刚好星期五又要和总公司开会 那就上格格网 找一间便宜的酒店来开会 顺便当是staycation 那天下午2点我就去到荃湾那间酒店 出了升降在这个楼层里兜来兜去 走了5分钟都未找到房子 在找的时候发现这间酒店是采取回船的设计 那即是说没有特别所谓的尾房 幸好刚才都是鬼闷眼看漏了房子 打开门进去都几骨子 只是坐向关系阳光较难射进来 那我就着鬼晒灯 坐在梳妆桌边开了手提电脑就准备开会 去吧 葛葛葛 哪条牟里敲门啊 开会紧要不理它 香港同事用视像会议和总部汇报工作进度 下个就到我了 有点熬熬的 葛葛葛 難道是酒店的staff? 免得一會他們又來敲過 我都是趕快過去應門 打開道門,整條走廊都沒有人 別管了,還是回去report 那%都說得順利 不知為何,他們對著我都陰陰嘴笑 大老闆還跟我說,Enjoy your holiday 散了會之後,有個比較Fan的同事Fanky 立即WhatsApp我 你就疏乾吧,帶上女兒上來爆房 神經病,你講什麼?我只有一個人 別管了,剛才我明明看著你離開電腦 出去接了你女兒入房 你屁聲時,你女兒還背著你坐在床邊梳頭 我現在就剛好睡在床上 聽完她這麼說,嚇到立即彈了起來 如果比著是你們 還敢不敢繼續這個staycation 今次就分享到這裏,下次見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